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前两天我在网上逛 看到有一款产品挺好的,挺实用 然后一看,销量不错 一看价,把我吓了一跳 这么贵 我觉得吧,这个要自个做也不难 今天我用半小时做了三个 和卖的一样,我用的也是烫金的进口面料 这三个吧,我算了算,差不多十块钱也不用 在生活中,自己会做手工,还真是很实惠的 接下来呢,我就把它的制作方法分享给您 首先呢,咱们剪一个24厘米长,11厘米宽的五纺秤 现在呢,把它这样子对折 对折好以后啊,我们在这两个脚上画一个圆弧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弧线呢,把脚也剪掉 剪好以后呢,我们把它烫在面料上 现在呢,我把五纺秤烫在了面子上 那面子一份,里子一份 它们俩大小是一模一样的啊 现在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我用到的面料 面子上的面料呢,是一块烫金的印花全面面料 里子呢,是一块全面面料 做这个收纳夹呢,咱们还需要一颗按扣 今天呢,我打算做三个 我们家人呢,一人一个 首先呢,我们把材料这样子 正面和正面相对,我们呢,整个车一圈 在这儿呢,留一反口 一圈车好以后呢,我用橘子剪刀把多余的修剪掉了 在反口的地方呢,我们需要留的多一点 接下来呢,我们从反口把它翻到正面 翻到正面以后呢,我们再车一圈两毫米的窄边 一圈窄边呢,车好了 接下来啊,我们再离这条边1.5厘米的地方 钉一颗按扣 按扣钉好以后呢,咱们的收纳夹就制作完成了 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请您点击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